大家好,我是高雄科技大学的老师,叫杨玉池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一张港部管理的概论 那基本上呢,它的内容大概有这些包括 港部的一些定义、功能、特性、种类 还有它的范围、它的系统等等 那一般我们在谈到港部的一个定义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一个船舶停靠的地方 然后停靠港口之后呢 它如果上下船或装过动作 那对领克来说它是一个上下船的地方 那当然对港口的位置来说 它是建议所谓的水路的一个交界点 所以货物或是领克在港口集中之后呢 是一个上下船的一个方法 当然就提供一些港口的一些服务等等 包括货物的储存或一些价值性的服务 当然谈到港口的时候呢 因为它不是只是单的涉及到所谓的货物方面的一个运送 还包括有涉及到一些商业啦 还有运输啦 户流 贸易等等都是有一种背后支持性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在港口在一个经济效益来说的话 它是很多的效益等等 那当然最小的码头到一个船席 还有就是包括货卫厂 甚至更大的地方就是港部部地啊 所产生的群积效应 所以基本上港口它是具有三大功能 包括贸易 物流 还供应管理 扮演很重要角色 对港口的功能来说的话 它有很多种功能 包括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业方面的功能 主要从事一些Business业务 那当然还有工业方面的功能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一个工厂啊 都会围绕在港口附近 当然还有转运功能 包括就是比如说像新加坡 高雄等等 那它会从经由这个所谓的Hotport里面做一个转运的东西 当然对国防来讲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它像高雄金融都会有一些船舶海军的进驻 最主要是除了保护这港口之外 当然对国防的需求也是蛮重要的 那港口除了一般我们所知道的一番货物方面运出之外 其实也包括了休闲 所以像台湾的话基本上 我们有全球第六大一个造船 特别是在游艇方面的建造 所以游艇的码头 清水空间等等都非常的重要性 所以在纽约港还有一些巴塞尔纳的港口呢 非常注意这种游艇休闲方面 当然对都市发展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毕竟港口是一个清水空间 因此呢 它比较适应做居住 甚至成立一些办公大楼等等 那港口的基本上特性有几个 包括它是国际的一个门户 当然提供公共吸引服务 还有当然有很多晋升性产业 或在港口里面产生 那港口也提供一些商业跟工业方面的一个 发展一个焦点 在第四有关于港口的种类方面的话 除了刚才所说的 它是一个商业港口 从是有关于货物的装卸 离克上下船车等一个地方之外 其实有些属于工业港 比如说麦寮港 它提供的是有关于工业原料的 化学品的一个进出 甚至是一个虚化产品的进出的地方 还有专业性港口 比如说像森奥 它是天然气 有些地方是提供原油甚至煤炭 像有些属于金港 比如说在左银港就是属于金港 当然避难港的话 最主要是说在一般大港附近 都会有一个设计的避难港 特别是为了比如说躲避台风 灾害所产生而设置的 因此呢 从一个地理的区分来说的话 一般我们在地理位置来看是 有个原海港口 比如说人工港 像台中是人工港所造成的 还有天然港口如基隆 因为它有很多山寺 我都知道它所产生的港口 所以它的附地来说是比较狭小的 当然还有河口港 包括上海港 天津港 河港比如说像 汉口港 南京港 是在长江里面的 还有湖港 是加哥在五大湖里面的 当然还有海峡港 包括新加坡 海峡 它是在麻烈旧海峡 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对台湾来讲 其实我们的重要部分呢 大概有个分几个部分 第一个我们先为国际商港 比如说基隆 华联 台中 高雄 都算是我们国际的商港部分 那当然还有辅助港 辅助港 辅助港一般是在所谓的 我们这蓝色部分呢 只要支援基隆性 当然台北港呢 也过去支援所谓的基隆港 可是台北港现在呢 已经成为所谓的国际港口 那特别是所谓的 台湾海运跟万海在层出的地方 那当然还有包括就是 国际港口 比如说布袋港 还有澎湖 都算是国际港口 当然马祖 甚至金门等等 当然还有打新鲜的地方 我们称为叫做工业港口 整个台湾的一个国际商港 特别在工业码头方面呢 目前还是集中在基隆 台北 台中高雄的部分 那花莲部分主要是 在偏重有关于 所谓的散杂货的部分 那当然基隆港它是比较老港口 所以它基本上 基本设施方面是比较老旧的 吃水也不够 所以一般它是发展津阳性为主 那台北港呢 基本上它是 过去因为有南贵北运 跟北贵南运的关系 所以 后来建造了所谓的台北港 因为它可以装卸一些北部的货物 目前来讲 它是由台北港的一个 码头营营中心来 handle 那里面组成最主要包括了 长龙 湾海跟阳明 那台北港呢 当然为了充这个 所谓100多万Q的一个业绩 但是势必造成很多货物 要从基隆港跟台中港拉过去 那至于台中港来讲呢 因为它有潮沙的问题 还有它本身 过去的发展重点是在 散账跟杂货方面 所以基本上 货位方面的发展 目前只有三家码头 在三家的夜市在营营 包括湾海长龙 还有所谓的中国货位同时 那当然因为它最主要还是 定位在晋阳线为主 所以因此台北港 基本上如果 它或要往 要走阳阳线 基本上不是往高雄拉 就是往台北港拉 那当然高安港来讲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门铺 当然最近 整个国际世界排名方面 是往下掉掉 掉到第14位 好 那台北港 台湾地区的港口总领 大概就刚才所说的 包括国际商港 辅助港 还有国内港口等等 那工业港口包括麦寮 和平关塘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更小的一个港口 那基本上 我们谈到港口管理的办法来讲 大体上就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港湾业务 跟站户业务为主 所以港湾业务最主要是 在港湾所做的 包括饮水拖船 它有航道的问题 甚至有VTS 加水都算是港湾业务 那至于站户业务部分 最主要是 只要讲货物装协跟仓储部分 那一般我们在谈到 货物的一个装卸设备的时候 又分为infrastructure 跟所谓的superstructure infrastructure主要是 经常讲的是 我们叫下部基础措施 所以主要是码头啊 博位等等 甚至所谓的bridge 那superstructure主要是 其中机啊 或是建筑等等都算这里面 包括所谓仓储作业都算是 那当然 对于 当然 停泊码头来说 它需要征收一个停泊费用 过去有码头工人的问题 那后来就解决掉了 所以 自从所谓的港部作业的民进化之后呢 1997跟98年 在港港台中 吉隆港等等 实际所谓 港部码头的一个民进化的一个作业 所以目前都转向 这些工人呢 都已经安排 进入所谓的 装卷公司作业 当然还涉及到 航证监理部分 因为涉及到 管理船舶 船研 跟船舶进出 都需要所谓的 航证机关的同意 那 航证机关的同意 就是我们所谓的 航港局 当然 最后一个 谈到有关于港口的关系 系统来讲呢 基本上包括 船进来的航行 还有 还有港湾作业 然后靠港的装卸搬运 甚至有些要进舱 保管 那当然还有内陆运输 还有 跟大范围 我们称为叫做 航港物流系统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流程 如从国外 然后经过 所谓的航行支援系统 包括VTS等等 然后 包括饮水拖船 然后 看完之后的货物装卸 有些货物要进舱 然后当然 还有 有些是透过内陆运输 到国内等等 那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港口的一个范围 当然我们提到 还有 目前所流行的叫做自尔玛尔港 那自尔玛尔港 帮换去 第一个是Freeport 那基本上这个港口范围比较大 所以基本上 像香港跟新加坡呢 它可以在港区里面做这个加工的一个动作 还有叫Freeport City Freeport City 基本上是比较小一点 因为它比较focus在城市之内 然后它 嗯 比较能够 一般市民是可以居住的 然后不会扣税 然后呢 范围更小的叫Freeport Zone 就是我们讲的自由港区 是范围设定在港区内 FreeZone更小 那目前我们所说 我们在台湾所设立所谓的自由帽港区呢 其实的话 基本上是跟Freeport 是比较相近的 好 今天说到这里 这是我们第一张的 有关于港部管理的一个基本概念介绍 非常感觉 谢谢 拜拜